大家好 我这盆三角梅 前多时间长出了一条比较长的花剑 顶端又是开花了 然后我把它修剪了 大家看一下 每个枝头上都是长满了花苞 之前这个位置长出了一条比较长的花剑 然后我把它剪了 现在每个枝头都长出了花 长出这么多的花 最关键的还是在花盆里埋了这把骨粉 脱脂骨粉还要非常丰富的 要机灵 微量元素 能促进三角梅花苑分化 让它开出满半的花 第二个 光照 三角梅是非常虚光的植物 我们养护过程中 一定要把它放在家里 哪个位置 光线最强就放在哪个位置 这样起到光滑作用 开出的花才会更加鲜艳 好了 喜欢三角梅的花苑门 养护过程中一定要给它充足的光照 这样开出的花就是不一样 好 再见 好 再见 好 再见